据共同社11日报道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10日发布消息称 正在冲绳以南海域活动的 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 9日也进行了舰载战机和直升机的起降 报道说 起降自5月3日起连续7天展开 日本防卫省认为 此次是在台海附近的长期训练 以加强警惕 报道说 日本防卫省透露 9日的舰载机起降作业 在石原岛以南 约200公里附近处进行 从10时左右持续至20时左右 两艘导弹驱逐舰 和一艘综合补给舰也一同航行 与此前一样 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会舰 出云号进行了监视 报道声称 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 近日在西太平洋海域 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 日本东京广播公司 10日也援引日防卫省的说法 报道称 3日日9日期间 日方共观测到超100次 辽宁舰舰载战斗机 及直升机起降 日本防校岸信夫 对此表示担忧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已连续多日公布辽宁舰 在西太平进行舰载机起降的训练活动 针对辽宁舰航母编队 在西太平海域 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 解放军海军新闻发言人 高秀成海军大校 此前曾明确表示 这是海军根据年度工作计划 组织的一次例行性训练 旨在提高旅行使命能力 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不针对任何一方